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少奇 今天给大家猜一个我很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玩的一种游戏 因为我们小时候电子产品还不是很流行 基本上都在外面玩玻璃球啊 纸牌啊 或者玩多米诺砖块 就是把砖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按着顺序 同样的间距把它排好 推第一个之后 连锁反应 把所有的都推倒 但是现在在城市里 很少见的一堆砖头放在那个地方给你来玩了 所以说我买了一个多米诺玩具车 商家说的这个车可以全自动的帮你摆多米诺骨牌 今天给大家猜看看 哇 一个小火车 还有一个礼盒 还有一个小背包 还有一个卡 推 哇 失败 这个玩具玩起来 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多米诺放的时候 一定要放齐 要不然容易卡壳 关都关不上 这个百晶木的小火车 是我花了67块钱买的 大家感觉值不值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